高雄市一共有6300多位的校园导户志工 每天不论风雨 维护学生上下学的安全 为了感谢这群志工的默默付出 教育局特别举办导户志工 极优表扬大会 一共选出70名的代表 表扬他们的服务乐成 70位维护学童放学安全的幕后工程 每个人服务的时数都超过1000个小时以上 风雨无阻 默默守护孩子们安全过马路 既是校园的亲善大使 也是学校不可或缺的宝贵资产 高雄市政府特别透过公开的表扬活动 表彰这群无私奉献 拥有服务乐成的导户志工 为了这个安全 各位导户志工的装備 更要不断地来提升 那么这一方面 我们在议会的支持之下 施总的预算 教育局的预算 一定会很匡列 除了表示感谢之外 市府也承诺一定会提供必要的协助 秘书长阳明周更为七位获奖志工 戴上彰显导户身份的红色币章 其中83岁的陈寿祥 不但是最年长的获奖代表 平时除了担任导户志工之外 更辅助许多弱势家庭子女 17年来领养资助了18位孩子 就连担任导户志工的误餐费也全数捐出 展现无私的大爱 感谢老天让我活着 我希望能够做多久就做多久 我的医生就要为这个土地付出 其他获选的导户志工付出 当然也是不遑多让 共识教育局期盼 透过每年的表扬活动 除了对全高雄市6300位志工 表达感激 也将这群志工们 所有的行善事迹 让更多人知道 港独新闻综合报导